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 我们来到中间这一回合的比赛 今天的辩题是 公平贸易咖啡能有效附拍 我是大会的主席蔡胜龙老师 今天出战正方的是德兰中学 出战反方的是 代表反方的是拔萃女书院 欢迎大家 辩论员我都可以介绍的 因为大家都有打回那个名单 德兰中学主辩梁欣欣同学 一副刘思琦同学 二副陈思敏同学 结辩杨可怡同学 拔萃女书院主辩刘郎欣同学 一副李欣欣同学 二副谢文山同学 结辩陈显云同学 好介绍完双方的参赛同学 当然了 另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三位评判 为我们评选今天胜出的一方 第一位 哪沙书院的代表 应该我直接介绍他的职行 我是香港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员 潘俊杰先生 第二位 香港树人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队员 江乐林先生 最后一位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辩论队员 刘卓盈小姐 多谢三位 莫勇为今天努力准备了的双方同学 去进行评审的工作 事不宜迟 简单讲一下赛制 这场比赛我们由主一二结 发言时间是四三三四 主辩后有一个台上公辩的环节 双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员 是向对方的主辩题物 发言准备回答的时间是一一一 二库之后也有台下发文两条 发言准备回答时间都是一一一 最后就是结辩环节 其他详细的赛规 就是之前大家应该都收到 看过了 请问正反双方 对现在的比赛的设置 有没有特别的疑问 好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就正式开始 对不起 差一样 请问三位评伴 选择进去分子 没有 这个一定要问清楚 OK的 是不是 分子那里全部OK麻烦大家 好 那我们今天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好吗 我们现在会首先邀请正方主辩 你有四分钟时间 对不起我都讲了一些超时的 我会用举手指 大家明白在那个发言过程里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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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止大家三十秒 说一下那个计时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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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所以我们会说 对不起 对不起 一个通知 江同學,如果可以試一兩句說話 試麥克風聽不聽得到? 好,非常清楚 那我們今天比賽正式開始 你有四分鐘時間 主席評判,再者各位,大家好 東平內的咖啡是避免咖啡商品質傾銷 而大控小,操縱價格創立 並以東平內咖啡的認證提升消費者的購買意義 相關收入會按比例回饋糾籠發展社區 在二次年聯合國189個國家共同確立扶貧的八項目標是 一,消費零極端頻頻及 驚惡 二,增加教設施普及小學教育 三,促進良性平等 四,降低而同死亡率 五,改善產富健康 六,對抗外滋病毒及藥質 七,確保永續經營能力 八,促進全球發展夥伴關係 以上八個範疇 我方會逐一論證公平內咖啡都做得到 有方要反征無助扶貧 事實上是需要證明公平貿易咖啡對以上任何指標都未能帶來改善 否則變題你應成立 我方正說變題的以下兩點 第一,本期改變賣豆模式 幫助當代豆瓏 受興壓 根據國際咖啡組織 在2014年的數據指出 在公平貿易咖啡之下 小龍只可以贊取最終成本收入的百分之一至二 而跨國賠償商可以贊取七成的收入 收入分配嚴重不均衡 而在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監測之下 會設有最低收購價 生產商必須為其豆瓏工支付保障價格 為豆瓏設置安全網保障收入 消離極端貧群及機構 根據哥根廷大學在烏江達的研究證明 公平貿易應證令貧群豆瓏增加了三成收入 混除成本之後的利潤 是令當地進入情緩線的農民減少了五成 例如塔桑尼亞卡合作社聯盟 協助農民加工和直銷到外國 無需再給加工商人壓價抽成 所有收入更保證了七成五會直接分比小龍 確保永續經營之餘 更加出進全球伙伴發展關係 第二 長遠改變社區環境 幫助下一代真正出貧 根據公平貿易組織所指出 以公平貿易咖啡作為經濟支柱的國家 往往都是極落後的發展中國家 例如塔桑尼亞、洪都拉斯等等 政府腐敗、官員貪污、戰略不斷等等 結構性貧困成因難以改變 因此應以隔代脫行為目標 提升奏學率、減少疾病以及死亡率 例如非洲、奧羅米亞、咖啡龍合作社 將七成的社區發展基金投放於提升產能 和生產設備商 令斗龍可以自行加工製成產品內銷 剩下的三成用於社區改造計劃 實際成果包含建立二十六家學校 三家圖門 定一萬五千多個小朋友由得讀書 另外還在斗龍民主投票決定下 建立乾淨的飲水系統 終止了妝亂的水源 造成三千多人死亡的持續悲劇 逆身建了四間醫療診所 縮短了六千多人接受治療的時間 是否有效保障當地和產婦的健康 減少疾病傳播呢? 又來在坦索尼亞、卡戈拉合作 會將糧食五收入 用作輕建學校 改善基本醫療服務 農民低息借代購買先進的農間產品設備等 有方敢不敢說無效這兩個字呢? 請問有方 留方否定以公平內的咖啡收入成立的基金 還是各國各貧貧貧貧社區 興建學校和醫院 增貼濾水和耕種設備呢? 這裡已經涵蓋了大多數的負貧指標 為何又會是無效負貧呢? 有方和姚良正 多謝各位 好 不好意思 剛才我計時是失誤的 我在三分鐘的時候早點了你 通知評判先 看看評判會不會有 或者政方會不會有要求你 因為這樣就切了一些說話 想不想說話 需要不需要 我的失誤嗎? 早點了 好主席 我想確認是否一釘是30秒 是一釘是應該30秒 我剛才不小心三分鐘的時候已經叮了和舉了手指 所以不好意思 你最終的發言時間是三分四十六秒 三分四十六秒 即是說可能嚇了你 令你剪了一些東西 你有沒有需要補講一些重要的事情 會不會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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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位評判不好意思 你們都可以即將這件事 保留意見 我是那個計時出錯了一些 不好意思 我會再小心一點 好 接下來輪到反方主便 你是有四分鐘時間 三分半鐘的時候 會有叮一響提示 試咪試咪聽得清楚 好非常清楚 可以開始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 各位大家好 公平貿易概念可萌生於先進國家 關注南部農業國家的剝削 強迫勞工等問題 89年國際咖啡協議出口配額制度失效 咖啡豆價格大跌 令概念加快流行 有效扶貧之直接 且可持續地援助貧困人 自脫離絕對貧窮 職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所指的 每日開支1.25美元 衡量變態成立與否 視乎公平貿易咖啡 能否針對咖啡農民工人需要 為他們直接 而可持續提供長遠收入 我方反對變態原因有二 第一 農民二成漏網之餘 公平貿易欠針對性 全球咖啡有六成 由間地少於五公頃的小型農民生產 按世間銀行標準 貧窮和赤貧的農民分別佔四成和兩成 小型農民缺乏資源 為協助生產會成立合作社以獲取資源 公平貿易雞機制往往要求咖啡豆買家和農民合作者 而被農民簽訂合約 因此農民和外來勞工的權益 例如薪酬和工作時數 就不受規範 沒有必然保障 小型農民也需要聘請外來臨時工人協助收割和儲地修成 他們往往缺乏僱用權利 但連公平貿易最大規模的提倡者 國際公平貿易標添組織 也承認沒有將受聘外來和臨時工人 納入公平貿易標準或監察 難怪在公平貿易下 農民收入沒有顯著提升 2020年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就指出在哥倫比亞 無論採用任何一種公平貿易認證及勞動成本後 五成三的農民未能賺錢 由此反應 公平貿易未能普遍為農民 因此公平貿易不可以有效地令農民普遍脫貧 最少保障的勞工更未拒諸門外 欠缺針對性 第二 公平貿易本質問題難以解決 農民合作者難以受益 公平貿易機制至設立以來 亦在有兩大根本問題阻礙扶貧 首先 公平貿易提出倡議的目標甚多難以有效扶貧 例如其希望達到環保保護原住民 權益人權等多元政策目標 而為達成上述目的 農民合作者只要可持續監作 並要制定打擊同工和人口販賣的政策 令他們無論在採購生物 生產物料還是聘用勞工時 通通都要提高成本 根據國際業大農業研究所16年的報告 就算公平貿易咖啡農民收入上升 但由於他們比一般農民動成本高一倍 收入上升也未能令他們有利可逃 難以扶貧 其次公平貿易制定的最低價格機制 難以可持續地扶貧 其關鍵機制為定立最低價格 讓農民可以避免 因為咖啡豆市場價格下跌而打擊生計 然而在市場現價格下限時 公平貿易咖啡豆的供應量 則會高於需求量 結果形成過度供應 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 2021年的監察報告都指出 公平貿易咖啡豆在該年的生產量 為824,000噸 但銷售量竟然只有218,000噸 後者或前者的四倍 這樣反映公平貿易咖啡豆供應的問題 難以可持續地發展 扶貧成效成員 最後想請問一下有方 農民和勞工是否最需要幫助的人 如果認同的話 而勞工並非公平貿易下的對象 有方要怎樣扶貧呢 多謝各位 好丁丁不好意思 旁邊長區有些事情 一處理由失誤了 不好意思 我會努力令到之後不要再計錯事了 剛剛好四分鐘 這次我是遺漏了一丁 非常之不好意思 剛剛好四分鐘 沒有超時 好 現在開始公辯了 就是台上公辯 現在我們首先邀請 首先邀請 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 向反方的主表提問 好 非常清楚 45秒的時候我會叮一響提示 一分鐘的時候會有兩釘 我會立即打斷你的發言 好準備好 可以開始 主持平闊 再度各位大家好 在非洲奧米加咖啡 六合主策投票之下 建了二十六間小學 三間條書班 令到一萬五千多位小朋友 可以由書可以讀 醫療方面 又建了三個水井提供乾淨的水源 搞少傳染病和死亡率 而且還建了四間醫院 每年處理足足六千多個病人 縮斷了求診的時間 所以請問邀方和我 是否符合聯合國對於共同定義 對於扶貧的標準 普及小學教育 對抗疾病 降低而同死亡率的目標 多謝各位 好 反方 主辯 一分鐘準備 開始 請問邀方 請問邀方 好 請問邀方 好,OK的,好,那你现在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可以开始 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就问我们,在公平贸易咖啡的生产下,可以令到那些小孩有疏毒,有医院,可以给他们治疗那些伤者,那这样是不是可以直接扶贫,可以直接扶贫呢,有做了那么多事,可能是之前做的,不一定是在做了这个贸易咖啡贸易底下做的,而有方都没有论证过,是否可以直接扶贫呢, 而且我想问一下,有三个水井的情况下,是否真的可以帮助扶贫呢,谢谢各位 好,38秒,接着来是反方自由派出一位台上辩员,向正方主辩提问 是否,是否,是否,小声了少少,可能大声点,是否,是否,非常清楚,好,可以开始 今天有方同学说,公平贸易咖啡有助,可以起到学校,防止疫情,但今天有方同学下一个辩论证,这些就是公平贸易咖啡唯一做到的事,但这些全部都不跟世界不同的机构,例如没有介义工,世界宣明是他们去做的,这个是正是因为公平贸易咖啡而起到的作用,而我们看到事实就是,公平贸易咖啡开始之前已经有不同机构去做,而如果有同学说得那么好, 那为什么30多年现在非洲的问题还这么严重呢?而我们今天看到国际董事会成员去造访这些咖啡产区的时候,才了解很多咖啡生产者,其实长期都是处于贫穷和饥饿的情况,他们根本来吃水还是不够的时候,某方同学说的,究竟是不是真的合理呢?而收入更加是极不稳定的,我想请问某方同学,究竟改善夸代贫穷,任由当代极度贫穷,是不是就有所谓的扶贫呢?为什么做过30年仍然这个政策,都是这么无效呢?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还喝不到水和含水?有方同学只是说飞州,南非啊,月亮? 好,叮叮,请停止发言,停止发言 好,请净方主辩,你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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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梁静芳和文合作社由公平为咖啡带来的收入 而非包括其他收入 令参与公平为咖啡社区起多了几多间学校 多谢大家 好,34秒没有超舍 接着一分钟时间准备 谢谢大家 好,准备时间结束 请正方派出电源回答 请正方派出电源回答 好,非常清楚,可以开始 请正方派出电源回答 请正方派出电源回答 令到400名鞋 令到400名小朋友想学读书 而今天有方和我全场都同学方 只是说一句 有钱就是负贯 有钱就是完全可以脱离到群统 但有方不要诬我们了 我们不说钱 我现在就再跟你说一次 卡索尼亚合作社的联盟协助了农民加工直销至外国 收入就确保了七成五 会直接分给小龙 所以是确保了农民是可以得到收入 接着是促进到全球的发展科目 好,接着是一分钟时间给双方劫电去准备的 开始计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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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 好,現在我們有請反方結別 請你首先作出總結發言 反方結別 好,有少少細聲會不會走前一個或者大聲的聲音 好,現在非常清晰 你將會有四分鐘時間 去到三分半鐘我會叮一項提示 現在準備好,可以開始 主席評判有方和在座各位大家好 來到最後,農民辛苦了幾十萬粒咖啡豆 但他們的人工就連一粒咖啡豆都買不起 有方就用公平這兩個字眼去論證便題 沒錯,對咖啡豆的運輸商和賣咖啡豆的大公司來說是很公平的 但一個幫助對象又沒有成效的公平和咖啡 對一群不受保障的農民是否真的公平呢? 所以來到這邊的位置來拆解辯題的字眼 第一,有效 究竟何謂有效呢? 其實前場就已經說過了 是要持續這樣援助,會有開始少過1.25美元的貧困人士 長期而言地幫助他們脫離絕對貧窮 而有方今天就說這個機制是有效負貧 但實際給多少金錢和給多少人 有方其實全場都根本就沒有說過 而看有方今天說的話 就說公平說咖啡農民收入上升有一點點就是有效負貧 其實有方根本就沒有真正考慮過 種植公平貿易咖啡的成果比一般種植要高 其實就算收入上升也賺不到錢 絕對是無效負貧 再看回其實今天台下 有方台下的發問真的很搞笑 就問如果兩個慈善機構 可不可以一起共存 那我方就回答多年可以 因為他們有用的 其實看回公平貿易咖啡 其實我們看到是絕對無效的 有方其實根本原廠都強調 幫助用非現金的方式進行 而有方其實已經承認了現金上沒有辦法 有這個扶貧成效的 而有方今天就不斷在這裡重複三個水井 二十個學校 其實想問有方其實對扶貧的定義 是不是就說三個水井二十個學校就是呢? 其實這根本就是有方的定義實在太低了 有方前兩人其實就說了幾個這些合作社提供社區服務的一個個別例子 其實幫助人有多少根本就是符合貧窮的定義呢? 換了個時長又有多久 是不是真的提供那種長遠的收入呢? 其實這些全部都不關於公平貿易咖啡機制的事 所以其實根本就不可以論證這個機制究竟是有沒有成效的 論證不到成效 有方就說其實有少少保障也好過沒有 但其實今天原來有沒有效都是有根有據的 不是我方要求太高了 幫今日報告我們說2020年多個一半的農民參與公平貿易咖啡 又根本就賺不到錢 是不是有效? 相信大家都心裡變有數 現在聯合國都有定立清晰的目標 所以不是有好過沒有 有方要論證公平貿易咖啡 可以將絕對貧窮人口減少到零 而有方就全場都沒有論證到 第二負貧 今天的變態是要負貧 但有方扶了就算了 就連對象都扶錯了 前場就已經說過了 在一個機制下 一個由咖啡豆運輸商 和生產者組織定價的貿易 根本就幫不到最貧重 最需要幫助的農民 而我方面也有說 在公平貿易的機制下 咖啡工人的收入就沒有明顯的提升 所以其實是沒有負貧的效果 加上公平貿易倡議多的目標 是為了平衡種種的目標 變相物資的勞動成本都會增加 勞動成本高了 到頭裡農民難以從中獲利 而實際執行問題 有方都沒有考慮過 究竟如何做到負貧呢? 以及前場看到公平貿易 咖啡存在公共要求的問題 就算製造了再多的咖啡豆 其實都沒有人買 公平貿易也不是在針對這個問題 然後再看看有方的論證 有方今天的台上一幅就說 2760萬美元 全數歸於一個地方 其實有方究竟對這個數據有沒有 有什麼概念呢? 其實如果有錢到這個地步的話 其實就不會只能建立三個水晶 20間學校 其實是完全脫貧的 正所謂的粒粒皆辛苦 一粒咖啡豆就是勞民最大的財富 但與其說是一場貿易 不如說是一場賭博 要勞民壓上所有財產 換來的是有方口中所說的公平貿易的咖啡 將大公司造數成大慈善家 實質就是用這個去賺錢獲利的 額質底下階層 去取得了 這個是不是有方口中所說的有客呢? 多謝各位 好,4分04秒 好,接下來請今天最後一位發言的辯元 政方傑言 是咪咪 是咪 好,那就準備好可以開始 可以 好,來過了,可以開始 主席 主席,評判,正在各位 大家好 來到這邊想跟大家說 今天有方最大錯 就是只見算木不見書林 講成本而講最重要的實質利潤 信説法而不信更真實的結果和改變 看眼前情況而不看前後比較 沒錯,今天有方有三樣東西看不到 過去現在和未來 有方看不到過去 不是,是有方不看過去 便提隱含比較 相信各位都明白 所以我方以負先尼託指出 要以公平貿易咖啡推行前後做比較 所以我方主編一開始先提醒各位 留意公平貿易咖啡不存在時 會有存跡傾斜 跨過加工商人欺壓 抖農的不公平情況存在 但今天有方說 很多時只是抖農 現在生活沒有改變,持續欠佳 但有方沒有證明過 是因為公平貿易咖啡而令他生活繼續差 就好像剛果的斗農 以前要漏夜偷渡混斗去盧和達 賣給家庭 才可以維持著生計 半年有幾十人因此愈力而死 現在公平貿易咖啡之下 很多人繼續活在赤藤線下 但已經不用再偷渡 不用再有浸死 也不會虧本 只看現況 但在轉變的話 絕對可以描繰出赤藤線下的慘況 但事實是前後比較已經大有改善 然後有方看不到現在 不過公平貿易對咖啡 咖啡對當代小龍真的無幫助嗎 一條簡單問題 如果有方真的所說 賺回來的錢不夠 說到上當做迫感 為何斗農要虧完一年又一年 連連線虧著去繼續做公平貿易咖啡呢 就好像有方都認為可以併存的諾詩會宣明會那樣 跨越無數角度協助地圖上的兩點連成一線 從來都不容易千千萬萬個合作機構 千千萬萬個積決 難免會有人貪污貪物 難免會有騙安 但不應該因為個別的騙安 而是整個援助系統是騙高 今天有方說得最多的就是成本上升 解決就解決扶貧完全沒有作用 有方除了成本會上升這個概念 我又有沒有以數字論證出成本會補真呢 更重要的是我方其實多次提出 扣除了成本後的實質利益 有方不要再屈我們了 甚至還有實質的生活改變 例如高庭根大學指出 烏光達赤坪線以下的咖啡斗農 有一半因為光平貿易 而脫離赤坪線 這一切實例有方為何又不回應呢 最後有方看不到未來 我方一直強調 對於結構性赤坪的國家來說 隔代扶貧 而下一代為目標 是近現實的目標 即是知識改變命運 奧羅米亞 阿根廷 馬拉圍共和歌 坦桑尼亞等等 在斗農會議員 民主投票下決定基金用途 建議院 建診所 建小學 建中學 建咖啡加工廠等等等等 有方全部都否認不到 我方列小學 而同多了多少人 各種染病率 死亡率 下跌了多少 有方都否認不到 我以小建達 以以負提及過的馬拉圍共和國的米蘇庫山區為例 這裡人人都窮 但一批家 咖啡小龍 相當富有 由原本的茅草屋 變成有鐵皮屋頂的瘡頭屋 由無收音機 無電單車 變成有 這一區由三個鐘車程以外 先到醫院 變成起出一間圓屋子 是 Berger的咖啡小龍 燦爛地笑 說他賺到的錢 可以供弟弟去讀中學 這一切不是正正有方的 徒貧標準嗎 多謝各位 好 是 4分11秒 沒有超市 好 接下來請評判填一下分子的時間 請填完所有分數 分子設計會有整體 整體 幾位評判對大家三方的策略 變源之間的配合 另外也有最佳變源是要額外評分的 額外評分 我等幾位評判填好了 然後我會下載一些分子 我會透過電郵 我會透過電郵 傳送給三位評判 三位評判請你們在電郵 補貼我OK 而這個過程一路進行期間 我會依評判名單 可能由潘Sir 跟著由江先生 跟著最後我們請劉小姐 逐一給雙方意見 雙方參賽 但現在好 我等了大家填好 好 好,蔡Sir我填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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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路都在填寫的 不如我們就在接省時間起見 我们先请潘sir可以就着双方表现给一些意见 过程中我一直会将分子传给三位评估 我们请潘sir,谢谢 先多谢赛会的邀请 我会觉得整场比赛 我本身以为会是一场对决处理数字上的东西 但是我又觉得和我期望的落差 因为这条片题我也有准备 我觉得对于双方最困难来说 应该是两边的数字都不透明 所以其实条息究竟谁赚到多少呢 我觉得是难计算的 但是今天的局面 我就觉得是有些出乎意料的 比我想象之中 因为当然那些上升多少收入 有多少贫穷人口小组 这些大家有的 但是我会觉得今天反方 就是正方我觉得他开出来的东西 正正常上 论点上正正常上 因为我觉得他的标准有少少触从 就是我会觉得 说完那些什么打击爱之病 怎么样 环境要怎样好 其实未必是能够对应得到扶贫两个字 就是打击爱之病又如何应对扶贫呢 我会觉得有少少取材不当在这里 结果就会变成 反方一个就是用来拼爱你 发挥一下变下你的地方 那我就觉得有少少策略上面 或者主线上面的失误了 但是你说论点上面 就是一个是提升收入 第二个就是提升社区配套建设 有输到有病可以治疗 我觉得这些都是正常预料之内的事 但是今天的反方 他就出现了 我觉得他的论点本身是一个都很矛盾的论点 就是两个论点之间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他第一个论点就是 因为你是跟农庄签的 你不是跟农民签的 所以那个最低收购价 真正落到农民的口袋之中 不是那么多的 中间会被人蚕食的 但是他到后来又很好笑的 他又会说目标太多 因为要打击同工 然后他的人工要高人一倍 如果他的人工高人一倍 导致你的成本上升的话 又怎会得出你的论点一距 赚不到钱呢 我觉得这个位置其实很矛盾的 但是正方又不会捉的 正方今天我觉得他说话是很流畅的 但是对于对方说的话 好像完全自若网民那样 我会觉得这个位置 双方会另外有一些失望的地方 去到后期的地方 其实就是这个水井、学校之争 还有我觉得双方的重点拿得不好 是因为我觉得整条变题的重心不是在于扶贫 是在于有效扶贫 我觉得究竟去到什么的程度才叫扶贫呢 今天的反方其实去到越后场就越明显的 立场就是 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窮人 这个世界公平位置就一定无效的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说很明显的 他有几句话是吐到他这个底蕴的 例如他说 现在 他说现在那些政府贪污 那些腐败的问题 你解决了没有? 没有吗? 没有的话就继续贫穷了 他们是有这样的说法的 换言之他要你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你才叫做有效扶贫 但是政方被人按到胸口的时候 其实回应 当然这个说法可能去到反异的时候 他才出政方没有什么回应的空间 但是当反方有一个这么无理的要求的时候 当然我不会给得很高分反方 因为一听就觉得很过分 你要政方认证到 要世界上所有禁正恩的政权 你都要倒台你才可以认证得到 我觉得有点过分 但是面对着这么过分的要求 政方回应的取态 我会觉得就算去到结辩 也应该要支持一下 其实那个有效不是在于这个位置 另外他还有说的 例如说他有一些口吻 都是令我觉得他的标准是不合理的 例如他会说 你现在搞定了吗? 你搞定了 宣明会就不会有电视拍了 宣明会就不会有电视拍了 诺诗会就黑食了 有这些口吻 我就会觉得 其实他觉得世界上要宁穷人 公平贸易才叫有效的 不然你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 你是不是想要去宣明会 没有东西拍才能够证明得到 公平贸易咖啡是有效的? 我会有这些疑问在那里 但是面对着这些这么无理的要求 正方我会觉得有些是 例如正方是一副 我会觉得他花很多时间下去教育 水井 医疗 这样 但是你面对去回应对方的时候 即是你们一二副两边都很流畅的了 去回应对方的时候 我觉得回应不了 例如你跟我说正方一副 你跟我说教育、医疗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和主辩的 point2是重复的 例如人家跟你说未能赚钱 那你就应该说能够赚钱 但是当中你们两边的数据差异是在哪里? 这个其实就是一副或者二副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功能 需要解释的 在过程当中 其实两边都没有去就主 例如 究竟其实为什么那些农民的人工会这么少呢? 那些农庄中间的收费是什么呢? 其实反方有一个好小小的图案 他会说要打击同工要环保 但是呢? 正方其实有捉的 但是太迟了 我觉得 例如正方其实他会捉到 你那些 等等 对了 认证费 打击同工环保其实要多少钱? 你如何论证给我听 去到不知台下还是二副 其实有一个位置就是说 你如何论证给我听 收入的增幅是小过支出的增幅 我觉得这些问题就对了 就好看了 就应该要打 早点打 但是很遗憾都是去到二副台下 才有一个明确的攻击位置 所以就会变相 两边的战场有些交着 因为反方的要求有些太无力 正方又好像有些反应迟钝 我会觉得 是的 去到后面 我会觉得 另外就算是反方 虽然好像刚刚说到 反方略微占优 但是其实都不是 因为我觉得反方 有一些问题 主要是在于他即时的聆听上面 例如 别人那个什么 要打击外资病 要环保 要极端贫穷 那些东西不是公平贸易 咖啡的目标 是你说的联合国扶贫的定义 那我会觉得这些地方 其实就聆听能力 不是那么有些 确定冤枉别人的做法 我觉得 我有所保护的 在分数上面 是的 所以我觉得 成场比赛那个焦点模糊 数其实两边都说服不了我 因为计不清 而我觉得今天最大的问题是 反方 没有办法用一个 就是如果我给反方输 其实就是 你捉有效的位置 捉得不够狠 说不了给我听 为什麽 就是公平位置 怎麽都多或少 一定有些东西做了 但是为什麽有东西做了 不等于做得好 不代表做得有效呢 我会觉得反方这个位置 其实是 不是很能够说得到给我听的 反而是有一些 就是越来越感觉 是要求有些无理的 是的 那你当然了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说 其实他只是帮到世界上 一小部分人 一小绝人 这样去处理 可能会好一点 因为其实你还有一个 我觉得你一开始搬出来的标准很好 就是你说联合国 其实有做什麽叫做扶贫呢 是有一个清晰的界线的 就是要每日的支出是高过1.25美元 就是这个绝对贫穷 那究竟全世界有多少人 因为公平米咖啡过得到1.25 有多少人就算参加完公平米咖啡 都依然过不到1.25的开支呢 就是如果你能够一开始搬出一条 这麽清晰的界线 那我就期望你后面的论证应该可以 就是紧接着你这个的优势去做 而如果是正方的话呢 我会觉得一来你的资料运用上面 是很重复 所以我觉得对方的结缘笑得多暗 就是你全场都只是三个水晶 两千个医院 五千个学童 六千个病人 能够缩短诊证的时间 那一来你的资料 还有你用来用去的合作社 都是奥 因为这个资料我有看过的 应该是奥尼米亚 即是奥尼米亚的合作社 那用来用去都是那个 那我觉得如果你是只有一个的话 不要紧要 你是安排你自己的便位 把资料插在二库或者一库 那你就不用由主便开始 就已经是三个水井 五千个学童 六千个医院 这样去 就是说来说去都是那么重复 那导致别人就抽情得你很对 所以我相信三位评判都应该很有同感 就是当对方的欠编一说 你说来说去 不就是三个水井 那那个问题就暴露得更加之细利 还有例如慢慢听下去 就会觉得你用来用去 你的point2上面都只是奥尼米亚 那其实没有更多的伸述 或者变化 其实也都很难给你高分 那另外就是那个 提升收入的位置 其实这个是我最想 就是两边正面交锋得最厉害的位置 就是收入是升了 升不多 还是少了呢 我会觉得这个位置 我去到现在呢 我仍然是留在一个问号的 但是其实我会觉得 反方今天制造了很多是缺口 给政方去抓 但是呢 政方其实没有很好拿捏得到 例如他不记得了台下定义库了 他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的 就是说哎呀 没有明显的效果 升幅温和 他是用这些字眼的 OK 他也都要放到这么厚才出 就是你想想 如果这些这么强的成效的资料 为什么他不放在主面搜索 因为这些资料伏 很容易被人捉 所以更加考的就是 你负面或者台下 你能不能够 就是你要想一个教练 为什么会把这些资料安排在这些位置去打 不是就这样 哎呀 你一负出这个 一负出这个 一定是有原因 通常越容易被人打的资料 我们就越放在后面 因为面对的攻击机会比较小 所以他那些什么 成效温和 没有明显效果 没有明显效果 不代表没有效果 成效温和 我不是要做到成效剧烈 我不是要他种咖啡豆 种到可以住羊楼养狗 是不是 我做到一些成效出来 其实有方和我自己的数据 根本就是不正自明 我会宁愿 如果真的没有任何的数据 或者数学不太好 很难在场上 电光可石之间计得很清楚 你就套回别人这些字眼 去捉别人自失 我相信两边 其实如果是负面来计 两边的经验应该不差的 尤其是从你们语促 又或者回应上面 但是在聆听能力 和即时去化用别人一些字眼 捉别人自失上面 我会觉得 这些位置其实是两边都挺不足的 我觉得如果真的 无论怎样都有下一场的了 进步的方向可以是从聆听里面着手 主线上面的方向是事前 事前和教练一起谈 或者事前你们自己谈 而制定出来的 主要如果真的要在场面的进步的话 我会觉得在回应上面要做好一点 听数字要做好一点点 我再看一看就是这样 谢谢班sir 提提三位评判 我回传了一个分子给大家 麻烦大家回复我 我收到一位评判已经确认了 谢谢 另外两位都可以回复我 OK 那我就确实这个赛果 好 第二同时我们都邀请江乐林先生 通过麻烦你给这些评论双方回答 谢谢 大家好 首先要多谢赛会邀请我做评判 或者我就简单说一下 我今天对于净犯双方的一些意见 因为我都没有准备过这条辩题 所以今早起床 今天就要听一条 可能关于咖啡的一条辩题 所以我觉得今天双方都可以做多一点的 就是解释多一点 其实公平贸易咖啡的机制是怎样 或者是它当中有些什么持分者 因为其实今天在正反双方的主辩度 其实都听不太好到整个 就是所谓公平贸易咖啡 就是因为今天这条辩题就是 讲公平贸易这个概念 但是虽然我也明白这个概念是怎样 但是都未必一定能够明白 这个机制是怎样运作 就是譬如说当中涉及到些什么 就是譬如说是正方所说的 跨国培炒商 跟着或者是 还是咖啡豆种植的那些豆浪 跟着当中有没有其他外来的勞工 跟着又会不会怎么样销售 或者怎么样供应 那我其实对于公平外咖啡 这个概念的执行是有少少不太明白的 所以我都会想今天双方都不妨解释多些公平外咖啡这个机制 或者手法其实是怎样的 那再抽取一些当中可能对于你们有利的持分者去说 我会觉得是对于整个论述会更加好 那譬如说是 其实今天反方都很重点 就是说到有多少东西 就是其实说宣明会 乐师会 或者是无国介义工 那我理解的那个作用都是为了反证 其实有一些东西不是公平外咖啡带来的独特利处 或者是一些独特的效果 而是很多其他的机构或者慈善组织都可以做到 那当中 就是反方可能就会说到 哦原来呢 林典一就有很多外来的劳工的 那他们就未必受到这个保障 那其次呢 就是哦原来公平外咖啡 会有很多不同的目标的 那就会令到呢 整个扶贫的效果失了招 那但是我就是 就是如果我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 究竟公平外咖啡本身是怎么运作的话呢 我就会不会很听得出这些外来劳工啊 或者目标呢 对于整体扶贫的效果有多大的影响 那就导致到我会觉得 我究竟这样是不是就是没有效扶贫呢 或者究竟这样是不是就是有效扶贫呢 那我会令到我有少少混合了 那另外我就会觉得 今天呢 两边都强调 就是各自有自己强调的东西 那正方今天呢 就经常讲到前后比较的 那我就会想 其实公平外咖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因为呢 我要去到可能很后场呢 才发现 哦原来呢 可能做了10年呢 都是好像04年的情况的 那我就会想 哦其实公平外咖啡是否由1994年已经开始的呢 那但是我又不是很肯定了 那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正方强调前后比较的话 不妨在时间上面着物多一点 那相反呢 反方今天常常都讲说功过于求嘛 那但是我又会觉得 那其实功过于求背后究竟有些什么问题呢 就是比如说是如果提供了一些很有竞争力的豆 那其实不是对于整个咖啡的行业 或者整个咖啡业界都会好 那还是其实如果 或者如果你觉得功过于求是一个这么大的问题 那如果最后剩下那些 就是功过于求嘛 那有些没有人要的豆 那他们是会怎么处理呢 那最后其实是不是 会有一个更加环保的方法 比如说可能是职用咖啡啊 或者是其他的方法 最后农民会不会都是赚到钱呢 那我会觉得功过于求 很多时候都可能只是一个表证 就是会想在反方那里听多些 究竟功过于求当中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那我最觉得今天最主要就是 很多谢双方同学 就是令我了解了这个 东勤博异咖啡和扶贫的关系 那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么多 好 好 谢谢江先生 好 最后我们有请刘小姐 谢谢 好 各位大家好 首先多谢常会邀请我做评判 辛苦更多位同学生 和更多位评判 穿试很辛苦 这么早起床 就要处理一场 都复杂的变题 因为始终只有具挑战性 因为比较性比较强烈 而且数据的运用的要求也比较高 那我相信 其实同学生的表现已经不错了 不过 仍然有很多位置都想去说一下 虽然刚才两位前辈已经说了很多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 今天大家其实都处于一个 泥沼战的状态 有一些胶着感 因为没有很明显的优势出来 例如是 其实你们比较多针锋的位置 应该是在于对于变题的标准 但是虽然未必是两方的意图所在 就可能放到一个两个的极端 可能正方就说 有浅了 或者是甚至乎去到结局 我会听到很明显的说出来 就是 哦 其实是有公平贸易 和没有公平贸易之间的转变 去作为比较 去从而论证 是公平贸易咖啡是有效的扶贫 但是 你换言之 又改变了 又浅了一点 是否等于有效扶贫呢 这个我会存在一个文号 至于反方 去到 我忘记了 应该是一业附的位置 可能是说 原来最根本性的问题是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穷 是因为政权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解决政权 才可以有效地扶贫 我相信咖啡豆应该没有那么厉害 可以 可以 处理到政权 所以 我会问 究竟你的标准在于哪里 其实你们不是没有说的 可能反方 你们的标准是说 产生产工人的需求 和增加长远来说的收入 这个我理解的 但是 你小心你自己有论政的手法 会不会令到整件事 说得有点难听 所以 为什么这么多的评判都会挑剔这个位置 可能表达有点点问题 是政权这个问题 你不会期望咖啡豆可以改变政权 究竟你期望的 其实原来只不过是 你主面所说的长远收入 或者是工人可能需要的时候 我想你会 黏着它来说 那就会稳定一点 那就不会被人挑起来说 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相关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对于数据上的处理 和表达 因为 其实你说负贫 我觉得很大成分都是说钱 虽然 联合国的定义会说 有很多不同的负贫的aspect 例如你会说 教育 环境 医疗 这些我同意 但是 钱是无可避免的去说 你除了说 你的社区环境之外 说钱是必须的 但是我觉得双方其实 没有很明显在主面就跟我说 究竟你的收入是上升了 上升成一个什么程度 其实是有尝试的 但是我就会有个疑问 例如你们会说 可能政府会说 成本收入 原本是1%至2%是去小龙手上 但是现在是增加了三成的收入 那么这个收入究竟是 扣除了成本的收入 或者是 是不是净收入 这个我会有一个疑问 因为始终 你去到反方 你会看到对面 不断质疑你们的位置 就是 你的生产平均上升了 所以即使你的收入上升了 也没有用 因为在统计学上来说 是没有分别 因为大家一起升 所以 政方 你这个 数据上的处理 是必须要小心点 跟我说清楚 究竟你的收入是 整体收入 或者是正能收入 而反方 你对于 收入的质疑 是有的 但是 对正方的质疑 对正方 刚才所说的收入上升 还有的回应 是比较薄弱 希望这个数据的处理 和表达上 就要小心点 而且我觉得 2004年的数据 也做得挺好的 所以 换言之下 揭露了 正方的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 究竟 我和上一位评判一样 我都没有处理过 这条问题 究竟公平贸易咖啡是什么 它的原则 它的原理 它的机制是怎样 我觉得 不论正方 或者反方 尤其是正方 有它的责任 你是必须要说清楚 究竟 机制是怎样 就是你要告诉我 究竟它是如何透过机制 去有效扶贫 所以 你完全不说有效机制 你不停地跟我说 数据 是用成果论 对于我来说 是不是一个有效的论证 因为你纯粹和结果论 跟我说 四个水晶 六千个人有接受到医疗服务 那些数据 我觉得那些数据不是无用 但是你要告诉我 为什么是因为 公平贸易咖啡 而产生这些数据 你的因果关系说得不好的时候 你的数据的成果论 就会无效 从我的角度来看 因为正如反方的质疑 你不能理解他们直接的必然关系 就是说明会一直做事 为什么一定是透过公平贸易咖啡 你不是单纯用数据 是因为有公平贸易 所以就有这些结果 你要告诉我 如何透过公平贸易的一个机制 一些原则 一些原理 去告诉我 为什么会有这些结果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正方一个很舒适的位置 就是为什么会被反方牵牵走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而且反方去到 其实他也有提升一些理论 例如是 他说生产成本高了 有公过预求的情况出现 正方对于这些 反方的所谓理论的质疑也比较少 所以正方你要小心一点 这个位置 但是我也欣赏正方 就是 你的数据也算 比起反方来说 比较容易 当然你的表达 可能可以再好一点 至于反方 我觉得 有些优势 你不懂得如何把握 颜色是有的 但是你不懂得如何表达和包装 例如是什么呢 例如是 可能临时工没有一些保障 劳工权益 公平某些是不能保障的 这些我希望你会再追多一点 其实你觉得 正方的回言不多 我觉得你的反方 应该把握着休息 但是没有做到 而且你也有提到 可能说生产成本上升 功过预求 你有些理论 但是你没有数据之前 所以只是流于表面 跟我去争论 例如 你说生产成本上升了 然后 之后 虽然你收入上升了 但是也没有用 你说在通计学上来说 也没有用 那你资料有少少 但是 比较后长才出 那我就期望 你应该推前一点 其实 你的功能 就会比较强烈一点 你也可以逼得对方 真的去回应你 而不是 你有你说他他说 大概就是这样 我今天说的评论 交回给主席 谢谢 好,多谢三位评判 是的,的确 今天真的都是一场 各有千秋很紧臭的赛事 所以我都立即宣布这个结果了 好了,票数是2比1 正方获胜 至于最佳辩论员 是反方的 见面同学 是的 反方见面 陈显吻同学 是的,恭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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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